我參與過輝哥不同的演出 但是我自己印象比較深的 這個是第四個輝哥送給我的人 他每一次叫我做一套戲 都是有一個人的 第一個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人 就是范馬記的趙寵 是一個官生的角色 但是到第二次演的時候 又是前面有少少窮孫的感覺 這個基礎對於我來說很重要 然後第二份禮物就是吹通 第三份禮物就是香羅寵的陸細科 尤其是那一場大審戲 我想對於現在的尾場 即是當韓文秀要報仇 要警惡情姦 那段戲很短的 但是要大家覺得他真的做了狀元 做了百虎巡案 那我想如果不是經歷過做陸細科 那我會比接下來你們看到的 韓文秀 最後那場可能會更弱 到今次做韓文秀的時候 然後就是正如阿輝所說的 就是他想前面很不細顧的 就是一個很單純的一個人 他窮的 然後經歷過一些風風雨雨 尤其是被戒差押我 中間又說要殺我 然後可能中途有些人 我在監倉的時候有黑木過我 開始經歷原來人世間是有這些苦難的 那個苦難可能比窮更加 更加令人急速的成長 即窮是我們會受苦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溫暖的家庭 可能你都會覺得 都是這樣 就是很單純的 想的很單純 但是你開始發現 原來人世間有一些人 會 最直接來說 就是會害你的 然後你看這個世界的顏色 會有些不同 所以我覺得剛才最震撼的 就是他跟我說 當去到下半場 做了官之後再回來 雖然那些台詞 可能觀眾聽下去 是有趣味的 但是他直接叫我要當悲劇這樣做 我未想得通 我要回去好好思考 但是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創作人物的元素 就是創作人物的元素 這個角色對於我來說 非常難 我通常 接了一個劇本 我就會去找那個人是誰的 我最差 其實不止何文秀的了 就是 逢親 那個劇本 那個劇中人 是本身沒有這個人 或者是很少 或者我自己看一下一下 很少材料 講他的 那我就很害怕 因為我的創作能力是很低的 就是我不太擅長 自己 坐在房間 然後 這個人應該是怎樣的呢 其中一個很大的疾愛 就是 我是很不喜歡 做了一整晚 然後那些人就覺得 陳宅雷今晚 他在那裏做過書生 或者陳宅雷今晚做過壞人 我是很怕會出現千人一面 就是做極 那個也是陳宅雷的 他也是用 他也是用甲月丙的表情 來表示甲月丙的情緒 那怎樣可以有其他的表情呢 我要 我要看到那個人 或者我直接在日常生活 找到一個藍本 那這次 我 如無意外 是的 我應該會盡量 抄 廢哥 正在想的學問修 是的 但是由一個身體 去到另一個身體 一個人去到另一個人 總是有間歸的 是的 那我應該要填 但是 我想我只是有能力 盡量 盡量抄 是的 如果抄到比較規矩 所以我想已經 已經是好幸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